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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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軍事分析師日前發表對俄烏戰爭的預測 指出俄羅斯的下季攻勢並沒有成功 他們沒有趁烏克蘭彈藥罪缺乏 部隊最清皇不接的虛弱時期 取得更多優勢 將會決定戰爭的走向 商業內幕報導 兩年多過去 對雙方來說 都是殘酷 而且代價高昂 尤其是入侵的俄羅斯軍隊 他們的死傷應該比烏克蘭更多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沒有說明 也不證實外界對於他們損失數字的看法 英國國防部在今年4月27日表示 自從衝突開始以來 俄羅斯士兵的傷亡人數應該已經超過45萬 今年被示威戰爭轉接連 俄羅斯發動了開戰以來 第二大規模的入侵行動 其中最針對的目標 是頓列慈克首府以北的阿夫迪夫卡 2月被俄羅斯佔領 接著俄軍向西推進到克希夫瓦爾 俄羅斯繼續佔上風 但是烏克蘭仍然苦苦支撐 希望美國新批准的援助 能夠盡早到達前線 即使俄羅斯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才奪取到陣地 但是俄國人口規模 是烏克蘭的三倍 這意味著俄羅斯的補充人口 比烏克蘭更多 也就是說有更多的容錯空間 這也是俄羅斯支持者 相信俄羅斯會取勝的主要原因 但是烏克蘭獲得美國提供的 海瑪斯高機動火炮火箭系統 和北約各國提供的精準巡航飛彈 對俄羅斯軍隊造成了大量傷亡 持續減少俄軍的動員能力 畢竟人口不是源源不絕的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研究員 前任澳洲陸軍少將萊恩發文指 過去六個月以來 俄羅斯發動了相當大規模的戰略攻勢 不過他們沒有真正打敗烏克蘭 俄羅斯的進展相當有限 他們已經失去了在這場戰爭中 對俄羅斯發動決定性攻擊的最後機會 按照俄羅斯的想法 在戰場取得重大進展之後 可以再以外交手段壓迫 迫使烏克蘭坐上談判桌 確定勝利成果 即使俄羅斯現在還處於戰略主動權 也可以主動發動進攻 但是烏克蘭已經明顯改善了他們的情況 來恩總結說 現在要看烏克蘭如何表現 他們能不能在今年較後時間 或是2025年表現得比俄羅斯更好 這樣他們就可能勝利 這時在哈爾科夫北部的戰事 俄軍新組建的北部集團軍發動進攻 目前出現在哈爾科夫北部戰場的俄軍部隊 有近衛坦克第一集團軍 近衛摩托法部兵女第二C1部 近衛坦克第47C大約半數部隊 第六集團軍第69摩托法部兵C等 顯示他們非常重視哈爾科夫北部的戰役 為了抗衡俄軍在哈爾科夫北部的攻勢 烏克蘭軍隊派出總參第101旅 空軍聯合部兵女第17坦克女一部 第36陸戰隊第42機械化部兵女第57摩托法部兵女 第71列兵女第82空中突擊女主力第92突擊女等 以及國民衛隊第三機動女第5女第13機動女 國家警察尼爾特擊女 邊防衛隊第15機動女哈特機動女 第1130土女和第125土女 據軍事專欄紅紅點兵在4日報道分析 烏克蘭軍隊組建超過15個女的勢力 也要在哈爾科夫北部展開板工 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俄羅斯北部集團軍目前佔領的區域 都在先前烏克蘭軍的前線控制區 在這些區域 烏克蘭軍並未建設複雜的防禦措施 代表俄軍將它佔領之後 也沒有堅固防禦措施可依託 相對於烏克蘭軍 反攻在主要戰線 已經有緣被防禦措施區的俄軍 打擊哈爾科夫北部的俄軍 相對簡單不少 第二是 俄軍北部集團軍的部隊 大多屬於原先戰力不強的西部集團軍 烏克蘭軍之前對該集團軍的作戰 多數都是勝利 現在也想複製勝利 烏克蘭軍除了反擊能力加強之外 防禦也頗為成功 俄軍對特利爾發動大規模攻擊 而烏克蘭使用無人機和火炮擊退對方攻勢 烏克蘭軍方聲稱 當他們上午清點被摧毀的目標的時候 他們的武器數量足夠之後一整天的配額 另外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在克薩克 會見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排除了土耳其在烏克蘭問題談判中 進行調解的可能性 消息人士說 埃爾多安在會議表示 安卡拉可以為和平解決俄羅斯 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奠定基礎 日前 佩斯科夫的新聞秘書證實 兩人在阿斯塔納討論了烏克蘭問題 但是他指出 埃爾多安不可能在談判中進行調解 澤連斯基指出 在停火期間 俄羅斯將會蓄勢待發 隨便一個藉口 指責我們違反停火 並且開始另一次入侵 7月3日 美國陸軍新聞處透露 美軍已將100部M1坦克 152部M2A4布萊德利 步兵戰車 18部M109A自走炮 和其他軍用車輛 架橋車和裝甲車 由德國萬海武轉移到 波蘭波維德茲的美國陸軍與自處備基地 這些裝備將會存放在這裡 由第405野戰支援隊 負責執行轉移工作 過去在波維德茲的倉儲設施建成之前 這些裝備一直存放在德國 報道說這個措施的目的 是加強北約東役的戰略防禦能力 由於這些倉庫靠近機場 裝甲類的部隊 可以很快運底 並配備必要的軍事硬件 彈藥、備用組件 燃料和其他物資 直接前往部署區域 中國養老金危機逐步逼近 專家說 中國老年人知道 他們的好日子就要到頭了 深圳社保費今年上半年 連續起了三次價 從年初人民幣2,300元 飆升到5,200多元 從7月1日起執行 消息很快引起關注 國內戰媒體《跟進報》報導說 社保費在三年之內 漲了差不多兩倍 自由職業者和打工仔 面臨是否繼續繳費的困境 有人考慮中團社保 部分公司也開始裁員 甚至準備逃離深圳 這篇幾萬字的長篇報導 很快就被刪了 深圳社保費 飛速飆升是一個窗口 讓外界看到 中國養老金可能很快耗盡 旅美經濟學家程曉農 日前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文章表示 現在中國已經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口 在60歲以上 過不了幾年 中國就完全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雖然全球都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但中國有一個獨特的難題 就是計劃生育政策 導致人口結構畸形 一對中年夫妻 要長期照顧四位長輩 十年前 中國每一位領養老金的人後面 有十個勞動力在繳納養老金 現在每一個領養老金的人背後 有五個人交養老金 這個比例還在下降 程曉農說 很可能再過三五年 到2028年前後 養老金的危機就無法迴避了 養老金危機一旦爆發 首先不是馬上中斷 而是拖延支付養老金 然後養老金的數額會逐漸縮減 接下來中央財政大量發行長期國債 要銀行認購 這就是將老百姓的銀行儲蓄 間接地變成養老金 這個動作今年已經開始了 而最後的結果是 銀行資金被臭幹 就會引發金融危機 那時不僅給不出養老金 老百姓也很難從銀行拿錢 因為居民儲蓄 早就被中央財政掏空了 但是中共一直在隱瞞養老金的危機 程曉農說 很多中國的退休老人不知道 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就快去到頭了 更嚴重的是 這個危機不僅影響老年人 程曉農說 中國很多退休老人現在還要養子孫 特別是退休公務員 很多人幫子女給房屋貸款 還有很多獨生子女 在中年之後 乾脆就躺平 吃父母的養老金 接下來 如果養老金枯竭 幾乎每個家庭都會陷入財務危機 這樣看來 養老金危機不僅僅是老人的噩夢 也都是全國性的社會危機 有些事情 光果民主共和國東北部 盛產黃金的伊圖里省的一個金礦 7月3日受到武裝民兵襲擊 至少4名中國公民在事件中喪生 發生社由當地的消息來源獲釋 星期三發動襲擊的 是一個名為 Codeco光果發展合作社的武裝組織 事發的礦場距離阿邦比地區很近 屬於伊圖里諸古地區 阿澤伯的管轄區 該省議員基里森德表示 我們收到的第一份臨時報告 說有4名中國人被殺 2名光果民主共和國武裝部隊的人員受傷 阿邦比所在的基諾地區的知名人士 通古諾就表示 在襲擊之中 有6名中國公民 2名光果士兵和2名平民被殺 1名光果民主共和國 是加入一帶一路的中非國家 1名光果金礦資源豐富 但是很多大型金礦產業 由中國人長期把持 引起當地人的不滿 民主光果伊圖里省 以及更南部的另一個產金省份 南京五省 經常發生針對礦場 和運送黃金車隊的襲擊事件 Codeco是一個武裝組織 這個由農業合作社件變而來的叛亂組織 成員主要是黎智倫盜族 Codeco被指控在伊圖里省發動襲擊 導致大量平民傷亡和流離失所 該組織的活動 加劇了當地的暴力衝突和人道主義危機 我們再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美國國防部7月3日表示 將會首次在日本東北部清深縣的三宅空軍基地 部署48架F-35A隱形戰鬥機 面對中國、北韓和俄羅斯帶來的安全挑戰 加強印太地區的威懾力 五角大樓在一份聲明中宣布 美國國防部和日本密切協調之後 宣布了一項計劃 將會升級日本多處基地的美國戰術飛機 除了將部署在三宅基地的 36架空軍F-16戰機更換為48架F-35A隱形戰機之外 美國還將會在沖繩原家手納基地 部署36架新型F-15XE 除了即將退役的48架F-15戰機 五角大樓表示 該現代化計劃在未來幾年內實施 預計投資超過100億美元 而在這段過渡期間 聯合部隊將會繼續在加首納空軍基地 保持第四代、第五代戰術飛機的輪調部署 F-35A屬於第五代戰機 擁有高機動性和出色的隱形能力 不容易被雷達偵測到 美國國防部指出 在日本駐紮最先進的戰術飛機 反映出美國對日本防衛的堅定承諾 以及兩國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共同願景 2018年 日本自衛隊首次向三宅基地 保持了F-35A戰機 來應付空域入侵 並參與對北韓的監視活動 五角大樓還表示 美軍計劃改變在山口縣、南國基地的F-35B戰機的數量 來支持該部隊的現代化 在F-35戰鬥機的三種型號之中 F-35A型號是採用傳統跑道升降 F-35B型號是短距離升降、垂直升降 而F-35C型號就作為航空母艦載機 五角大樓公布的最新行動表明 美日不斷加深防衛合作 這樣反映出在中共不斷脅迫下 日本正在大幅改變國安政策 美國和包括日本在內的盟國 近年來一直在加強軍事力量 來應付中共在南海和東海日益增長的威脅 並阻止中共任何奪取台灣的企圖 今年5月 日本參議院通過並頒布修訂之後的 《國防部組建法》 其中包括建立一個常設機構 聯合作戰司令部 來集中指揮海陸空指揮隊 聯合作戰司令部有望可以作為協調途徑 提高美日軍隊的聯合作戰能力 與此同時 美軍也計劃擴大駐日美軍司令部的權限 一隻在金門外海作業的台灣漁船 7月2日被中共海警扣查 台灣方面呼籲中共 不要用政治因素來處理這件事 對於台灣政府的主權地位 或是對台灣政府施壓 自從台灣新總統賴清德上任以來 中共加劇對台灣的軍事經濟和外交的施壓行動 有關於台海情勢的觀察人士認為 缺乏溝通將增加兩岸之間的誤解 導致彼此立場更為僵硬 對此 《希望之聲》記者7月4日 採訪了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文 陳世文說 對北京而言欲加之罪何患無恥 他真是想要打台灣 什麼理由什麼藉口都可以拿出來 因為習近平的野心、習近平的企圖 才是目前台海局勢動盪的關鍵 台灣、全世界面對像中共那樣的領導人 習近平 這才是真正最大的問題 因為習近平他不像過去的胡錦濤 十年以後他們會自動下台 習近平他要永遠掌權 他變成個人獨裁 這才是現在問題的關鍵 陳世文認為中共在不斷製造麻煩 現在改變現狀的不是我們台灣 在整個台海製造威脅的不是我們台灣 現在北京每天軍機擾台 然後每天在那邊對我們 無論是漁民或漁船進行武力行動 中共才是製造整個台海地區和平穩定 被破壞的一個問題所在 我們台灣基本上並沒有說要使用武力去製造麻煩 陳世文分析認為 國際社會聯合起來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 才是解決台海危機的辦法 如果西方團結起來 好像制裁俄羅斯那樣制裁中國 我相信中國經濟就崩潰了 而我相信這會形成一個非常大的阻嚇作用 台灣現在要做的就是 一方面我們要增強自己阻嚇的力量 讓習近平知道 他不可能用軍事力量將台灣打下來 另一方面 我們必須要與整個西方 與我們共享民主自由價值的這些國家 美國、歐洲、日本、澳洲、加拿大這些自由民主國家 我們要更加地團結起來 向習近平釋出這樣的信息 要習近平明白了解 習近平如果敢打台灣的話 他也會承受類似像現在西方團結 對俄羅斯所施用的制裁 而這個制裁會令整個中國經濟崩潰 這個與對俄羅斯是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我相信這就可以形成一股非常大的阻嚇力量 而令到習近平不敢輕易地 對我們台灣來動用軍事武力 多謝收聽本次的今日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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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